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家居风水方面的一些小知识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第一个就是床不易放在窗下 最好是避开把床安置在靠外墙面的一侧 因为床边靠墙外一般是比较吵闹的 容易被吵醒,影响睡眠 那么床靠近的窗户 如果是空气对流比较强烈 空气对流比较强烈的话 长期的话就容易换一些风伤 一些感冒头痛之类的疾病 那么人睡在床边会有一些不安全感 睡眠的质量会受影响 而且从家居的角度来讲 也是影响个人的磁场 因为晚上的人的磁场是非常的安静的 镜子不要对着床头 这个之前讲过很多次的 这个镜子对着床头 在健康的角度来讲 人刚刚醒就十分模糊的状态 大脑是最为敏感的 突然看到镜子,电视机,照片,画像等等 出现在自己的一些刚睡醒的眼睛里面 是容易受到惊吓的 所以说镜子,电视机,画像,照片等等 最好不要对着床来摆放 那么卧室的家房颜色不要太艳 墙壁的壁纸 家房洗得过于鲜艳的话 让人感觉非常的兴奋的状态 潜移默化的会影响我们的磁场 尤其是对自己的睡眠质量 会有影响 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最好是选择一些粉色,淡黄色 或者是淡蓝色 这种白色的东西会好 灯光以暖色性 暖色的这种光调 比如说这种白光,黄光都可以 光线要柔和一点 那么瓷面的瓷砖不要太白 白色能够一定程度上 弥补光彩的不足 但是会形成这种太多的白色 会形成光污染 光污染这个词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 这个也是污染的一种 现在社会的话 灯红酒绿 到处都是一些LED灯 这个对眼睛是有很大伤害的 再一种就是电器 不要放在床头 原则上任何电器用品 都应该远离你的床位 有人总是抱怨出门的时候 睡眠质量不好 有的时候可能 这个住宾馆住习惯了 或者是附近 放了太多的风扇 或者是电暖器 等等 空气清新剂 等等空调 那么卧室最好是少放一些电器用品 如果需要的话 最好放在离床 至少是一米远的地方 这是一个禁忌 那么张目的家具 不要放在卧室 张目在家中 能够防虫防住 但是建议不要放在卧室 因为晚上卧室通风相对没有客厅好 张目的家具 散发出的芳香气味 可以通过呼吸 进入体内 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引起一些头晕 浑身乏力 还有磁场的角度来讲 也是容易干扰到你的磁场 从风水的角度来讲 好了 有关这个风水的家具风水 我们就分享到这点 如果是有风水 手相面相八字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